再来看的是中华队今天有场关键的比赛 只要赢球就能取得亚锦赛的资格 可惜最关键的时刻中华队的红智善 两发只有中一球 所以就以一分之差输给了日本队 中华队的小前锋张宗现攻下了21分 中锋曾文鼎也有11分8篮板的演出 不过中华队总共只抓下了26个篮板 失去了空中的优势 所以接连输给了韩国日本后 中华队要晋级亚锦赛 只剩下唯一一个机会 就是20号下午一定要击败蒙古